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麼沖煮法呢 就是如果我只有一個小的01 V60 我要怎麼沖出一大堆人都可以喝的咖啡 其實就是用小的咖啡器材做出大杯量的沖煮法 因為偶爾啦 平常需要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家裡面喝咖啡的人數呢 大概就是兩個人甚至三個人的話呢 用小的哈利爾 V60 或是小的其他的濾杯是比較好控制的 因為大的濾杯呢 你的粉如果用的比較少的話 其實你在給水上面會有難度 然後你的粉在吃水方面也會不太正常 甚至於濾杯流速也會不太正常 當然還是有這種狀況 就是你平常加一次兩個人喝 所以你買小的 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你今天偏偏來了一堆親朋好友 或是來一堆朋友 你一杯杯沖可能會覺得有一點緊張 他希望能夠一次沖好 那要怎麼沖呢 用原本的沖法可以嗎 當然不行 因為01的哈利爾 V60呢 他的粉量原則上呢 最多裝到40克就已經很滿很滿了 但是學長今天要跟大家講 我們如何利用01哈利爾 V60 來完成大杯量的沖煮法 那我們先開始沖煮示範 首先我們現在要來量豆子 那豆子呢我們今天是設定的是35公克的豆子 那我們目標的給水呢是560CC的水 那粉水筆是1比16 一般學長呢是沖1比15 那為什麼今天沖1比16呢 原因在於是 當你咖啡粉的粉量變多的時候呢 如果你還是用原本的粉水筆的話呢 通常喝起來會有點過濃 因為你粉塵變厚的啦 整體流速會變得比較慢 所以你會喝起來過濃 如果你想用小濾杯沖大杯量的時候呢 你的粉水筆要稍微再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今天是用35克沖560CC 就1比16的粉水筆 好 那我們先來秤豆子 35克的豆 OK 35克的豆子 那研磨度呢 跟平常用研磨度一樣就可以了 一樣就可以了 不用特別調整 調粗或調性用一樣的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磨豆機呢 是小富士鬼齒的 新版本的龜子磨豆機 那我們使用研磨度是5 好 準備好粉以後呢 要準備一個比較大的容器 平常如果你用小的下壺的話呢 怕你不夠裝 所以我們今天用了一個 很大的哈利歐的燒杯 好 然後使用小的哈利歐V60 放濾紙 這部分沒有問題 一樣的 好 濾紙放下去 稍微壓一下 把我們濾紙壓平 那我們來看一下粉有多少 這是35克左右的咖啡粉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35克咖啡粉 基本上已經到了 這個 哈利歐V6001的 大概 八分滿的 所以如果你在用 傳統的沖法沖的話 一下就會淹出你的濾杯 那當然是不行的 所以 我們要用特殊的手法 用多次斷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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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次斷水法分為兩個階段 那水溫的部分 建議大家可以用 90到92度的水溫 因為你的粉層比較多 比較厚 所以呢 你用高點的溫度 其實對於你的悶蒸的成功率 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然後悶蒸用多少水量呢 35克的Double 所以就是60克到70克的水 來做悶蒸 好 我們準備開始了 中間給水一樣 中間給多一點 給個三四秒 讓它吃飽 再往外繞 吃都吃到了回中間 好 63.6 差不多是60到70克之間 因為35克的粉 然後等待時間一樣是30秒 然後 這個時候呢 在悶蒸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膨脹狀況還是很正常的 所以特別注意 中間一定要給水給多一點點 好 不能中間給的太少 如果都給外面的話 就很容易失敗了 好 那等30秒 第二階段要給六次 每一次50cc的水給中心點 好 時間到了 好 好 記得這個是水量要稍微大一點點 好 用力 給50cc的水 用點力 OK 50cc 然後等它流到快完的時候 然後進行第二次 好 這一段 這一段特別要注意的部分是 你的給水力道呢 一定不要太小 太小的話容易失敗 OK 然後給50cc 然後要給六次 好 然後等它流到 流一流 然後差不多這樣了 快流乾了 第二次給中心 給下去以後 稍微繞 以下 有點力道 好 50cc 第二輪 可以看到 我每次給50cc的話 你的水 是不會超過濾杯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你這樣子會不會 水 給一給水淹出濾杯 不用擔心 好 這是第二次 好 準備第三次 好你的水 快要流完的時候 第三次50cc 好 給下去 給中心 用一點力道 好 稍微繞一下 好 第三次50cc 好 這個手法呢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給水千萬不要軟軟的 如果你給水 軟趴趴的 沒有力道的話 你的風味會很苦澀 不好喝 一定要點力道 讓你的粉塵浮起來 好 第四次 好 中間給下去 稍微繞一下 中間就可以了 好 第四次完成 總共要六次 所以這六次結束完以後 會變你的 總給水價是達到 360到370之間 OK 好 還有兩次 好 第五次 給中間 好 50cc 然後每 給到月後面 你會發覺你的粉塵 慢慢的 靠近了你的濾杯的最邊緣 但沒有關係 原則上每次給50cc 它是不會溢出來的 所以不用太緊張 那這一段可以做出足量的果酸 讓你的層次比較顯著一點 最後一次 好 一樣可以中間 大水下 換中間 稍微繞一下一下就可以了 好 完成 前面的六次 每一次50cc的給水 好 這樣做完以後 我們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還有四次 然後每一次 也是50cc 也是50cc 所以從頭到尾 我們是分了十次斷水 前面六次是給中間 後面四次比較特殊 從外面頂到中間 OK 所以從外面開始 也是50cc 四次好 準備 從外面開始 外面給 然後往內圈 繞50cc OK 第一段 這一段就是 利用 從外圈到內圈 讓你的粉塵 有點醃水的感覺 可以做出比較多的後半段 就是口感和甜感的部分 好 第一次留完了 第二次 一樣從外圈開始 好 外圈 外圈 給下去不用緊張 然後慢慢的順順的 回到你的中間 好 第二次50cc 然後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給了八次 每一次都50cc 但是你的水位呢 都維持的 在九分滿左右 不用擔心會流出來 好 最後兩次 一樣從外圈 給 然後往內圈繞 50cc 好 最後一次 然後全程就等於是 五次的 全程就等於是 十次的 50cc 加起來是500cc 好 最後一次 好 往內繞 五百 六七十都可以 因為我們悶蒸的時候 是60cc或70cc 這都是可以的 所以整體 是悶蒸60 悶蒸60到70 然後後面總共十次 每一次都是50cc 所以是很好記的 其實前面六次呢 是給中心 後面四次呢 是從外圍給到中心點 這樣就可以做出 有趣的層次感 而且 大概四五分鐘左右呢 就可以沖出很大杯量 這大概有 將近500cc 可以給很多人喝的杯量了 OK 好 我們的示範就到這邊 那我們來試喝一下 嗯 非常好喝喔 也不會苦澀 然後酸質跟 後半段的口感部分 也是很 Balance 那還是蠻有特色的 所以你只要 願意的話呢 用小濾杯 也可以 花十次一次50cc 多次斷水法 就可以交叉組得出 很好喝的 精品咖啡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咖啡沖煮工業就說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 有機會都能夠試試看 用小濾杯 沖出大杯量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會告訴你一些 其他的 沖煮技巧囉 那如果你喜歡學長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 訂閱 或者是分享給你的朋友囉 那我們 更多的精品咖啡知識 我們下一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